第十四届大選未選先熱 一三黨選舉主任穆斯達法 今天在第六十三届一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總結辯論時就預測 第十四届大選最快落在今年九月 而目前該黨已經啟動競選機制 未來届大選做好充分準備 穆斯達法強調 他們已經到全國巡視各州一黨的備戰工作 也只是各州提成大選候選人的推薦人選名單 至於一黨青年團新任團長 穆浩默卡里爾在總結辯論時也強調 他有信心 疫情團能夠實現 爭取60%年輕選民支持該黨的目標 此外一三黨支持者大會堂 也全面支持一黨奪下政權 力挺一黨主席拿多斯里哈迪阿旺出任首相 主席巴拉蘇巴馬連指出 我國的未來將由一黨決定 而哈迪阿旺將會是第一位來自一黨的大麻首相 他表示但願這次大會之後 不會再有來自巫統的首相 與此同時 一黨長老協商理事會秘書聂扎瓦威則是認為 只要黨員繼續教忠一黨引導層 那一黨具有望在下屆大選成為造王者 執政中央 安提及其綜合寶島